这期继续讲成长第三篇 这种家庭的孩子 注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和别人持平 考场分配下来了 傅平安一个人去实地勘察 他骑电动车走了30分钟才到地方 来看考场的人络绎不绝 家长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攻略 财大气粗地在附近找个宾馆开两个房间 大人陪着孩子一起住 舍不得开房的就提前出发 用私家车把孩子送到考场 再不记得也提前预约了出租车 确保孩子不迟到 而傅平安只能自己骑电动车复考 高考前三天 傅东美史无前例地买了大量肉菜 红烧肉小排骨鸡鸭鱼虾样样俱全 说给儿子补充营养 傅平安还没说什么呢 范东生不满了 他说 现在才给我割上营养哪里来得及 人家高考前都是吃点清淡的 怕太油腻了拉肚子 老妈你可好 竟整这些大鱼大肉 傅东美面子挂不住了 训斥了小儿子一通 但心里也有愧疚 大儿子每天刻苦学习 整个人都瘦得脱行了 当妈的哪能不心疼 弄这些肉菜就是想补偿一下儿子 但小儿子说得在理 吃拉肚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他又下了鸡蛋面 怕儿子觉得烫嘴 用矿泉水过一遍再端上来 这三天 傅平安吃得好 睡得好 没怎么看书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镇定心情 以最佳状态引考 六月七日清晨 傅平安正常醒来 洗漱 早餐 七点半准时出发 今天上午考语文 九点钟开始考试 八点半就要进场 超过八点四十五就算迟到 所以他流出充足的提前量 再次检查了身份证和准考证 在全家人的目送下 骑上电动车 踏上征程 八点钟 傅平安抵达考场 很多考生也都到了 但他们是家长陪着来的 考场附近的道路 已经被一群家长封锁 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临战前的紧张感 考场开门了 考生们通过安检 有序进场 傅平安不知道的是 三叶草女生就在他身后不远处 但两人都没发现对方 上午的语文 傅平安考得很满意 尤其作文 他觉得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 引经据点 洋洋洒洒 字迹工整 三观正确 任何乐卷老师 都不会给太低的分数 中午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傅平安选择回家休息 哪怕一个小时花在路上 也比在考场附近干坐着墙 下午接着考数学 今年你的数学题超难 听说的葛军出的试题 傅平安正常发挥 他自己估算了一下 能拿到110分 考试结束后 傅平安骑着电动车回家 人算不如天算 这辆电动车跑了三个来回 即便中午充了一会儿电 还是没电了 不得不下车推着走 身旁一辆黑色奥迪路过 三叶草女生看到了 推车的傅平安 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奥迪已经开出去几十米 她趴在后窗上摇望着 身旁的母亲关切地问道 看什么呢 没什么 看到一个同学 她说 那辆电动车很特别 贴着火影忍者的贴话 很好认 傅平安推了两个钟头 才回到家 满身大汗 如同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吃一欠掌一掷 先把电冲上 然后告诉母亲 明天中午就在考场附近 随便吃点东西 不回家了 傅东梅了解情况后 说 外面吃得不干净 妈给你做好了送过去 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 傅平安精神抖擞 带其证件出发 昨天她推车回来的时候 发现了一条捷径 从一个小公园穿过去 能节省十分钟的时间 今天就按照新路线走 早晨的公园里人不少 大多是晨练的老人 提龙架鸟 吊嗓子下象棋 其乐融融夕阳红 傅平安心无旁骛 穿过人群 忽然听到有人喊救命 她下意识地扭头望过去 只见一个小孩落入池塘 正在扑腾挣扎 岸上大呼小叫的是一位大妈 周围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时间竟然没有人出手 傅平安没多想 急刹车停下 衣服鞋子都没顾得上脱 三步并坐两步跃入水中 按理说 溺水之人是很难救的 因为遇难者 在生命危急时刻 会丧失理智 抓住什么 都是救命稻草 所以经常有救人者 反被拖下水淹死的事故发生 但这次溺水的只是一个诱饵 以傅平安的体魄 足够将其救起 当她将孩子从水中举起时 周围一阵掌声响起 大妈接过嚎啕大哭的孩子 上上下下检查一番 顾不得感谢傅平安 就哭哭啼啼地走远了 傅平安也不图别人的感谢 只是全身湿透有些麻烦 她凝了凝衣服上的水 向电动车走去 可是停车的地方 却什么都没有 我车呢 傅平安大声急呼 没有人回答 六鸟的六鸟 吊嗓子的吊嗓子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车呢 傅平安的声音里带了哭腔 一辆电动车不值什么 可是车上挂着书包 包里有自己的身份证和准考证 没有证件就不能入考场 进不了考场还怎么高考 我是高考的学生 车上有我的身份证准考证 你们谁看见我的电动车了 傅平安绝望无比 腿然跪在地上 这时候才有人搭理他 一个老人说 好像被人骑走了 往那边去了 傅平安二话不说就追过去 留下一路水计 相反的方向 一辆贴着火影忍者的电动车 在慢车道上挤驰 赶往考场的奥迪车上 三叶草女生再次看到了 昨天的电动车 但是车上的人 却不是熟悉的少年 而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 傅平安追出去好远 终于还是没能追上自己的车 无奈之下 他选择报警求助 借了别人的手机打了110 但是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诗车 只能先返回考场 他丢了书包 连打车的钱也没有 一路狂奔下来 时间还是耽误了 8点45 进场结束 迟到者失去考试资格 这一场文宗考试 傅平安无法参加 一上午 傅平安就站在烈日下度过 他不懊悔 因为救了一条生命 他只是不解 为什么人可以这样坏 别人去救人 他们偷东西 趁人之危 毁人一生 如果能找到这个窃贼 他很想问一下对方 为什么 中午 当傅东梅带着盒饭 在人群中找到儿子的时候 几乎认不出 儿子全身衣服在水里抛过 面如死灰 已经说不出话来 几个家长围着他安慰 得知真相后 傅东梅带着儿子 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再次报案 警察很重视 但是小公园里面没有监控摄像头 要掉附近的交通摄像头 才能找到人 这需要时间 好在带队老师知道了此事 经过协调 傅平安可以参加下午的英语考试 经过上午一番折腾 他大受打击 心里已经崩溃 英语本来也是他的弱想 这一场不可避免的考杂了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 电动车依然没有找到 傅东梅带着儿子 又去了丢东西的小公园 傅东梅插着腰破口大骂 将窃贼的八倍祖宗都骂了一遍 没人大理他 只有树上的蝉鸣在回应 傅平安哭了 别人的父母可以为儿女伴保送 自己的母亲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帮儿子讨回公道 看到母亲在烈日下生死力竭地痛骂着 他感觉比自己高考失败还要难过 高考学生因救人耽误考试是很能吸引眼球的热点新闻 淮门电视台的记者殷素素联系到了傅平安对他进行采访 但是救人之事只存在于他的叙述 被救一方至今没出来回应 隔了一日的早上 记者和傅平安一起来到小公园 询问事发当地的人们 老人们依旧在此遛鸟沉冽 他们告诉殷素素 昨天确实发生了新闻中说的事情 落水的是个三四岁的小孩 是家里保姆带出来玩的 不过事发之后就没见过他们 兴许是保姆怕雇主责怪自己照管不利 不敢发生 这个当事人怕是很难找到了 至于偷车贼 老人们表示不认识 公园里都是萍水相逢的朋友 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 新闻报道之后 警方加大了侦办力度 调取相关路面的监控录像 最终找到了失踪的电动车 是被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骑走的 在派出所里 殷素素采访到了这个老贼 老人家中气十足 声若红中 大声辩解说自己并不知道电动车无主 又没锁 停在那里 我寻思是不是谁扔了不要的 就骑走了 老人阵阵有词 殷素素问 车上的书包在哪儿 老人说 没看见什么书包 这破车那么久 扔路边都没人要 我是捡走的 怎么能算是偷呢 警察气得不行 一拍桌子 指着监控画面说 你看 篮子里分明有书包 老人百般狡辩 敌死不承认 急眼了就往地上一躺 说自己心脏病发了 要讹人 这一幕幕丑态都被摄像机拍下 在当晚的电视上播放 有热心群众人 露出这个老人的背景 这个人叫向大刚 早年也是怀门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六七十年代 当过某造反组织司令的狠角色 大家不禁哀叹 不是人老才变坏 而是坏人变老了 向大刚以犯病为名 住进了医院 他的家人都不是善差 他儿子聘请了律师 要起诉赴平安和电视台 还要投诉警察 说他们鼓动人肉搜索 对老人的名誉权造成了伤害 身心受到网络暴力极大伤害 他们才是受害者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谁也斗不过这种滚刀肉的货色 警方本来给的处理结果是行政拘留 但因为向大刚的身体原因 年雨直行 此事只能以找回电动车告终 向大刚一分钱没赔 连一句赔礼道歉都没有 又过了两天 派出所通知赴平安去领书包 他的书包被人从河里捞起来 身份证还在 准考证已经破坏了 捞书包并且送交派出所的 是一个实荒老者 和向大刚同样都是六十多岁 据分析 偷车老贼向大刚 肯定第一时间检查过书包 发现没有值钱的东西 就丢进河里毁灭证据 这个人已经不是单纯的占便宜了 而是坏到流油的人渣 网络上关于此次事件还在继续发酵 网民开始探讨如何依法处置老年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但这些对于 傅平安来说已经没有异议 少年经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重大打击 他病了 好多天没吃饭 发着高烧躺在床上 拒绝和任何人对话 傅东没心疼儿子 但以他有限的学识和风风火火的性格 无法开导儿子 只能痛骂那个老不死的人渣 诅咒他早点得绝症死掉 这让傅平安更痛心 小时候父母就是天能保护自己能解决一切麻烦 长大了才知道父母只是普通人 他们竭尽所能也只能提供温饱和基础教育 没有能力给儿女扑救阳关大道 在儿子遭受不公后也只能用诅咒来解气 就像小时候自己被小椅子绊倒 母亲总是拍打着椅子帮自己报仇一样 对于其他同学来说 高考结束 进入狂欢时段 家长也不再管他们 每个人紧绷的神经骤然放松 顿时觉得天大地大 让我翱翔 世界多么美好 未来多么可期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好朋友傅平安 无法和他们一起享受这段快乐时光 孙姐宝和沈凯来到傅平安家 巧遇木兰 她也是来探望安慰傅平安的 在楼下小卖部 初中生贩东生劝阻了他们 说我哥心情不要需要一个人安静 你们最好过几天再来 沈凯说 要不咱们把孔雀叫上 保险的梦中情人 绝对有疗效 木兰哼了一声 看向远方 孙姐宝表示赞同 但是他没有孔雀的电话号码 只能回家用QQ联系 三人各自回家 孙姐宝的家境不错 他爸爸孙强早先是物资局的科长 改制以后 下海做生意 利用在原单位积攒的人脉关系 赚了不少钱 他们家住的是四十两厅的大房子 140平方 孙姐宝拥有独立的卧室和书房 书房窗外是自家60平米的后院 种满了花草还养了鱼 论住房条件 他们家仅次于孔雀家 进了家门 客厅里坐着几位面熟的叔叔 都是孙强的生意伙伴 大茶几上摆着功夫茶 叔叔们手里都夹着烟 烟雾缭绕 每个人面色都很严肃 孙姐宝说一声叔叔好 就躲进了自己的书房 打开电脑正要登录 QQ 客厅里传来父亲的召唤 姐宝你来一下 来到客厅 叔叔们已经告辞离开 父亲手指夹着烟雀不愁 愁容满面道 姐宝啊 高考结束了 你也满18岁了 是大人了 家里有些事情 不能继续瞒着你了 未知的恐惧袭来 孙姐宝机械地回答 爸 什么事 孙强说 今年以来 咱家的生意很不乐观 爸在外面的账款要不回来 积压的货又卖不出去 上游的欠款催着要 还有银行的贷款 每天光利息都能压死人 爸想说的是 咱家可能要破产 这房子已经挂在中介了 你也知道 今年房地产业不景气 按照去年的价下付 10%都没人接盘 不过你放心 你的大学学费 爸给你流出来了 破产这个只在电视里听过的词 居然发生在自己家 孙姐宝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 这座房子 他从十岁搬家过来 住了整整八年 留下童年少年时期 多少美好的回忆 刚踏入青年的行列 就要和家说再见了 没了房子 父母住哪 自己放寒暑假回哪 父亲能否东山再起 明年的学费 还能不能拿出来 各种各样的问题 劈头盖脸砸过来 让他窒息 让他迷惘 忽然 他想到自己的卡里 还有许多钱 那是三兄弟合作开私服的收入 初中是为了给傅平安筹集学费 后来演变成为大家将来创业预备的启动资金 现在傅平安高考出了意外 不再需要学费了 而未来还很遥远 何不暂时挪用一下 把钱用在刀刃上 爸 我这里还有些钱 可以救急 孙姐宝说 孙强摆摆手 那点压岁钱杯水车薪 太不上用场 孙姐宝说 不是我的压岁钱 是另外一笔钱 数字还挺大的 大约二十多万 孙强眼睛亮了 他今天把几个老伙计 请来 就是想借钱周转的 可是今年的经济形势 实在是差强人意 老伙计们都是有心无力 也怨不得人家 听说已经有认识的老板 资金链断裂 跳楼自杀了 这年头谁都难啊 如果儿子真能拿出二十多万 那就不用卖房子了 起码能先把迫在眉睫的银行贷款还清 还清这一笔 才能借下一笔 这样不就周转过来了 这儿子真是没白养 孙姐宝在三人的小合伙企业里负责财务 他的职责是收款打款记账 付平安的职责是打广告 维持运营 沈凯的职责是技术维护 补定升级什么的都是他弄 三人各管一摊 互相制约 互相监督 但是付平安出事之后就撂挑子了 这一摊子业务都交给孙姐宝 再加上银行卡是他的名字 所以想挪用易如反掌 查账之后 发现卡里的余额是二十一万 虽然填不满窟窿 但能解燃眉之极 孙强看到这一串数字 兴奋莫名 说全打给我 明天就去银行还贷款 孙姐宝说不行 这笔钱里有借的本金四万 不能动 孙强说既然是借的 那就再借一段时间 咱们又不是不还 等缓过进来 加倍还他 孙姐宝就不吭声了 做出这个决定 对孙姐宝来说并不轻松 他满怀着愧疚之情 写了一封解释信 写完之后就撕了 撕了再写 一直到深夜 这封信终究还是没写成 与此同时 市政府家属院二号楼上 孔雀家里也正经历一场风波 他的父母突然提出离婚 而且心平气和 丝毫也不激动 他来早就筹划好了 只等高考结束宣布 虽然自己是保送生 但为了稳妥起见 他和家人始终做好 参加高考的准备 现在大局已定 父母终于摊牌 孔雀回忆起来 想到自己初二时 父母就经常吵架 四年他们的感情 就已经破裂 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前程 一直忍到今天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一家人在客厅里 开了个家庭会议 孔副局长说 我和你妈协议离婚 资产如何分割 都协商好了 大宝啊 你也是大人了 以后独立生活了 想跟爸爸也行 跟妈妈也好 总之爸给你留了套房子 当嫁妆 孔雀面无表情地说 我知道了 随你们吧 我都行 然后起身回了卧室 待坐了一会 打开电脑 登陆QQ 班级群里热闹非常 但他却感到彻骨的寒冷 他比所有人都幸运 因为他不用过高考的独木桥 就能上大学 他也比所有人都悲惨 因为从此后 他不再有完整的家 孔雀一阵烦躁 关上了QQ 没有看到神凯给他的留言 傅平安是自己缓过来的 他想起你老师 在最后一刻上那些话 那是对这些孩子 发自肺腑的教诲 人生是漫长的旅途 抵达成功的彼岸 有很多种方式 上大学只是其中一种 傅平安已经确定父母是普通人 但他相信自己不是普通人 一定能通过双手开创一片新天地 儿子烧退了 也开始吃饭 傅东梅和范东终于放下心来 小心翼翼问他 要不咱复读一年 明年接着考 傅平安拒绝了 他是聪明的少年 岂能猜不出 最后一个学期的学费 是你老师个人出的 况且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 这从每天的饭食上就能看出 很少见到大鱼大肉 基本上以当令最便宜的蔬菜为主 最多炒个肉丝 他更知道 傅东梅不想放弃丈夫的病 才不到50岁的人就这么贪了 太可惜了 所以一直在攒钱看病 如果自己复读一年 考上则罢 考不上就是浪费一年光阴 倒不如从现在开始创业 集中精力把私服开好 赚多多的钱 给家里买房 带父亲去国外看病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范东和傅东梅 读书都不多 文化还急不上儿子 他们见傅平安坚持 也就不再勉强 家里多个人挣钱 当然是好事 大儿子考不上大学 不是还有小儿子吗 正当傅平安收拾心情 重整旗鼓 打算大干一番的时候 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 钱没了 孙节宝也失踪了 这可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傅平安安纳不住 和沈凯一起跑到孙家找人 这早已人去楼空 大门紧闭 两人绕到后面 通过花园 望向孙节宝的书房 以前他们来找孙节宝的时候 总是站在这里喊一声就行 如今书房空荡荡 只剩下墙上贴着的孙燕姿海报 两人面面相去 孙节宝一声不吭就搬走了 无影无踪 音讯全无 人家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他是连庙一起跑了 高中也毕业了 天知道他去哪个大学念书 想找都找不到 偏偏银行卡是孙节宝掌握的 这几个月来挣的钱都在卡里 眼瞅着约定的时间到了 该还木兰的钱了 这时候玩失踪 可不就是写款潜逃吗 沈凯说不能够啊 孙节宝家里很有钱 他爸爸开公司的 不可能因为这点钱跑路 傅平安扭头就走 沈凯在里面喊 干什么去 找他去 傅平安带着沈凯来到一重网吧 登陆 QQ给孙节宝留言 催促他给个合理解释 马上就要付服务器和防火墙的费用了 拿不出钱来这买卖就得黄 可是孙节宝始终不在线 也许是隐身了 总之没有回复 等了半天 QQ终于凝想 却不是孙节宝在说话 而是木兰 他催促傅平安该还钱了 那笔钱是他的大学预备金 就该派上用场了 傅平安正愁怎么回答 忽然沈凯惊呼道 游戏并趋了 他们开设的私服 从原来的通道已经无法进入 跳转到另一个接口 进入之后照样可以玩 但是他们的游戏管理权限没了 也就是说 孙节宝不但捐款潜逃 还把私服出售给别人了 这等于卖掉下蛋的机 只有彻底不过了的人才会这么做 报警吧 沈凯说 捷报家里可能出了什么事 傅平安要冷静得多 再说开私服也并不合法 报警无济于事 咱们只能自己解决 沈凯说 怎么解决 咱还欠着别人的钱呢 我还没钱还 这事你让我怎么和我爸开口 傅平安说 借钱是我挑头的 我来承担 他说这话是硬着头皮的 但这话必须说 此时因自己而起 孙节宝能跑 自己不能跑 沈凯身上带着手机 高考之后 很多同学都用上了手机 傅平安借来这部诺基亚N82 拨通了沐兰的小灵通号码 喂 谁啊 那边背景音是熟悉的枪声 沐兰在玩游戏 我 傅平安 找你有点事 哦 想爸爸了 到我家来 我告诉你地址 傅平安和沐兰 从小就是同学 从小就是同学 上幼儿园时 就去他家玩耍过 那时候 沐兰家住五号楼一单元 上小学的时候搬走了 住得远了 养家人来往就少了 听说他后来又搬了几次家 现在的地址 居然是淮门有名的宾湖别墅 宾湖别墅是淮门市最早的别墅区 建在香水湖畔 提林香水公园 环境优美 闹钟取静 档次比普罗旺斯花园还高 傅平安找了张纸写了个东西 然后问沈凯要不要去 沈凯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说我才不去见债主 要去你去 于是 傅平安自己骑着电动车 去了宾湖别墅 别墅大门警卫森严 如果是开着豪车来的 打个招呼就能进去 如果是开着武林之光来的 就得登记驾驶证行驶证才放行 时慌的想都别想尽 傅平安这样骑电动车 一看就是穷学生的 和武林之光同待遇 在门卫市登记姓名 和要去的门牌号 然后门卫打电话 确认之后才放行 傅平安哪见过这阵仗 还没进小区 就被震慑了一把 等到了木兰家门口却放松了 欧洲风格的两层别墅门前 木兰穿着老头衫和大裤衩 正蹲在地上 和收破烂的讨价还价 还检查人家的蹭托 一旁的地上堆着 成山的废报纸 杂志 纸箱子和试卷课本 收破烂的一嘴河南话 木兰也用河南话和他砍价 从五毛钱金讲到五毛三 问 大爷 可重 收破烂大爷无可奈何 终 计算好了价格 大爷将回收品装上三轮车 傅平安也帮着搭把手 等收破烂的走了 他拍拍手说 你家真阔气啊 木兰说 这不是我家 我妈在这帮人家打扫卫生 傅平安不相信 那你的试卷怎么也在这 木兰说 我和我妈住佣人房 有单独的洗手间和进出的侧门 我妈勤快利索 有时候我也能帮着干点活 所以主人同意 傅平安一阵心酸 没想到木兰的家境比自己还差 亏了人家四万块钱 简直就是犯罪 找我啥事啊 木兰问 你吃冷饮吗 我去帮你偷一个 主人不在家 傅平安说 我来是想 有件事 捷豹跑了 失踪了 钱 所有的钱都被他带走了 连私服都被他偷偷卖了 木兰的笑容逐渐消失 你是说 不但没赚到钱 连我的本钱也没了 那可是我爸留给我上大学的钱 你们怎么搞的 是不是合伙骗我 傅平安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傅平安说 我也是刚发现捷豹失去联系了 就和沈凯一起去他家 结果发现他家都搬了 然后去网吧检查 发现私服病区了 木兰气得胸脯起伏不定 我不听我不听 还我钱 还我钱 我不管 还我的四万块钱 光叫嚷还不够 他气头上来 扑上来一阵拳打脚踢 傅平安你个狗贼 是你借的钱 我就找你要 傅平安慌忙到 我会还你的 这是重新写的欠条 给你 说着将一张纸递过去 木兰眼泪鼻涕一把抓 将那张纸随手接过擦了鼻涕 傅平安丑空跨上电动车跑了 再不敢回头 木兰气得在后面喊 回来 哪还能叫得回来 他看了看欠条 上面写着 欠傅平安欠木兰人民币五万元整 五年内还清 下面是署名和手印 一股邪火上来刚响死了 却又犹豫了 将上面鼻涕擦掉 对折一下塞进口袋 这个狗贼 木兰姑弄了一句 倒还是条汉子 傅平安的发财报复梦破碎了 还欠下五万块巨债 他欠的只有四万 写五万是觉得 应该给人家利息 而且这个利息还不能低 这才是讲究人的做法 他从小在爸爸妈妈的耳濡目染下 就知道要做一个讲究人 讲究人是当下了 可是一屁股债也背上了 这个炎热的夏天 对于别人是高考结束后 大学报到前的暑假 但对于傅平安来说 他已经踏上了社会 从此不再有暑假 他需要找一个工作 一重网吧不合适 因为网吧并不缺人 老板一家人都能照管生意 只是有时候忙起来 需要一个职业班的 而且高中生兼职的薪水极低 他们承受得起 人家根本不需要一个专职的网管 傅平安想到了倩姐 寻思着能不能在洛可可酒吧 找个适应生之类的活先干着 骑马找马 等有了更合适的工作再跳 于是他来到洛可可酒吧 这个时间点还没上人 酒吧里只有两个服务员值班 听说有人找倩姐 回答倩姐不在 不知道去哪了 也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来 没办法 傅平安只好在附近等 一直等到天黑 终于看到倩姐的汗马车过来 但是车上还有其他人 都是刺龙划虎的社会人 几个人下了车 边走边谈 倩姐根本没看到 站在门旁的傅平安 说说笑笑地进去了 傅平安跟着进了酒吧 她很聪明 先暗中观察 酒吧里的服务员是怎么工作的 洛可可酒吧的服务员有男有女 把台里的酒保调制鸡尾酒的手法 娴熟优雅 简直就是艺术 估计没半年练不出来 至于其他服务员倒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培训一天就能上岗 忽然一只手搭在傅平安肩膀 是秃子 弟弟 来玩啊 哥哥请你喝一杯 秃子打了个响指 在酒吧闹哄哄的环境中 根本听不见 但他的大光头 就是最显著的标志 立刻有个服务员过来点头哈腰 三个好 秃子说 给我弟弟来一只支华士 寄我账上 傅平安忙道 我不喝酒 我来找倩姐有点事 啥事 和我说行不 秃子道 也行 我想找个工作 我大学没考上 傅平安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秃子说 我们这儿的活不适合你啊 再说人也满了 要不你先坐一会 我还有点事 回头让倩姐和你说 傅平安只能点点头 秃子自顾自去忙他的 可是等到半夜也没等到倩姐 出门一看 汗马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深夜十二点 傅平安回到家里 爹妈都忙着打麻将 根本不知道 儿子在外面游荡了一天 倒是范东生拿出一封信来说 哥 你的信 现是邮局记得平信 贴着邮票 字迹飘逸 没写收信人具体姓名 只写着和平小区五号楼中 单元603同学 收 信封已经拆开 想必是范东生耐不住好奇 傅平安顾不得揍他 先看信的内容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当你独自穿过暴风雨 你就不再是原来的你 署名是六号楼的灯光 是三叶草女生来的信 他一定是看到电视新闻 知道自己因为救人 丢失了准考证 以至于不能参加高考 所以特地写信来安慰 他不知道姓名 只知道地址 所以写了个同学收 范东生擅自拆信 是情有可原的 傅平安心里一阵暖流通过 高三毕业生 经过与文老师一年的 高强度训练 对于文字的敏感度极高 这句话蕴藏的深意 可以一眼看出 自己就是独自穿过暴风雨的 那个人 历经磨难后 必定涅槃重生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简直可以当作 自己的座右铭了 不过后来傅平安上网 查了一下 这句话是村上春树 在海边的卡夫卡里写到的 并不是上找了一大堆 村上春树的作品来看 看书能让人平静 此刻傅平安极度焦虑 深深被失学和失业的恐惧支配着 他迫切地需要一个工作 他觉得自己能力很强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人文历史数理化无所不通 十八岁的年纪 也正是经历体魄的巅峰时刻 熬一夜下来 第二天没事人一样 这样的人才 本应是社会所急需的 可是在网上和报纸上 看了各种招聘启示才明白 大专学历是最低门槛 高中毕业证 几乎找不到任何像样的工作 除了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岗位 这对傅平安又是一次打击 他开始检讨自己 不选择复读的决定是不是正确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让他退无可退 傅东梅给泛东找了个针灸的中医大夫 每天上门来针灸一个小时 收费一百元 一个月下来就是三千元 这比开支是必须的 也是家庭沉重的负担 傅平安再次打消了复读的念头 同时认清了自己的方向 并不是找工作 而是挣钱 世间一切挣快钱的办法 刑法上都有 那些事肯定是不能干的 那么有没有打擦边球的做法呢 傅平安觉得有 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几百 还有中间的灰色地带 所谓的捞片门就是这种 倩姐和他代表的群体就是这种人 干常人干不来的事情 赚常人赚不到的钱 托子曾经说过我们那的活不适合你 这句话给傅平安无限瑕疵 他很想说 其实我不挑活 只要赚钱就敢干 最终他还是决定找倩姐求助 但洛可可酒吧 这地方不适合 还是去家里登门拜访好 在提点礼物表示诚意 成功率很高 倩姐是大忙人 必定一天到晚不着家 那么早上去堵门 肯定能等到人 赚平安打定主意 买了一个西瓜提着 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普罗旺斯花园 等在倩姐家单元门口 他从早上七点半 一直等到十点钟 还没见到人 外面娇阳似火 他只能站在单元门狭窄的屋檐下 接受着来往保安和业主们审视的目光 傅平安不想去敲门 那样显得唐突 还是等在外面的好 他准备等到十二点 见不到人就走 于是继续等了半个钟头 倩姐家的门终于开了 他一阵狂喜 站在门口翘首以盼 但是没见到有人出来 只听见门内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是小孩子的哭声 紧跟着是倩姐的骂声 好奇之下 傅平安探头观看 只见倩姐一只脚已经迈出家门 另一条腿被一个小男孩死死抱住 嗷嗷哭着不让走 他妈的 老娘有正经事 老老实实在家看电视 倩姐吼道 一转头看到了傅平安 咦 这不是小傅吗 你找我 傅平安尴尬无比 是啊 倩姐 我有点事 倩姐打断她说 你高考完了放暑假了是吧 中午没啥事吧 你帮我管管这孩子 中午带她吃个肯德基就行 我这会儿真有急事 回头咱们再老 说着掏出二百元钞票塞给傅平安 一低头看见西瓜 来就来 还拿东西 真剑外 小灰 我先走了呀 你们兄弟俩在家好好玩 事发突然 小男孩猝不及防 倩姐趁机跑了 只留下一大一小两个男孩 大眼瞪小眼 傅平安临危受命 只能肩负起带孩子的临时职责 他进了屋门 把门关上 自我介绍道 小朋友 我叫傅平安 我才不理你 小朋友扭头跑了 傅平安扫视周围 这里比上次来的时候可乱多了 地上散落着玩具和零食 墙上有涂鸦 电视机开着 放着猫和老鼠的动画片 洗衣机轰隆隆转着 虽然杂乱 但有一种温馨质感 奇怪的是 到处都没看见一家三口的合影 这小孩是不是倩姐的儿子呢 小灰看起来有六七岁的样子 可倩姐目测 也就是二十来岁啊 也许是他侄子外甥或者弟弟吧 傅平安这样一想就释然了 带孩子他有经验 他比弟弟范东生大五岁 从小弟弟就是他带大的 其实没什么技术难度 小男孩尤其好对付 带着玩呗 傅平安先把带来的西瓜 泡在水盆里降温 然后把丢得满屋的衣服和玩具 规制了一下 客厅顿时力所多了 小灰一直躲在书房里 不知道干什么 傅平安打开门一看 乐了 这孩子正在打游戏 打的是傅平安童年时期 就玩的一款第一视角对战游戏 反恐精英 俗称CS CS可是傅平安的强项 当年要不是为了学业 他就进职业战队发展了 高三学业紧张 他已经很久没碰这个游戏了 如今看到比自己小十岁的晚辈在玩 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年叱咤风云的日子 小灰玩得实在是泰菜 属于菜鸟中的菜鸟 拿着一把B12乱打仪器 连个鸟毛都打不到 出场没半分钟就被人干掉 连敌人的面都没看见 傅平安看不下去了 一把将小灰拎起来 自己坐到椅子上 咔咔换装备 用起他最擅长的B13和B41组合 通过刚才的观察 他发现对手的水平也不怎么高 所以采取了单刀直入的战术 靠着风骚的跳步杀过去 他能把B41这种后座力大很难控制的武器 使得出神入化 单发点射爆头 三下五除二将对方四个人全部干掉 再看小灰 看傅平安的眼神 已经变成了粉丝对偶像的仰视 傅平安好为人师 小灰又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 一个清囊相授 一个虚心请教 在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下 小灰突飞猛进 终于在游戏里抱了第一个脑袋 兴奋的乌蛙乱叫 转眼就到了中午 小灰饿了 叫嚷着要吃肯德基 让傅平安去店里买了拿回来 傅平安才不乐意听一个小孩的差遣 他说要么一起去 要么不吃 小灰怒了 我要告诉陈倩 让他扣你的工资 傅平安说 第一 我不是倩姐的员工 他没法扣我的工资 第二 我算是你的长辈 哪有小辈对长辈发号施令的 第三 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倩姐 让他再找个人来看着你 教你打游戏 小灰权衡了一下利弊 立刻屈服了 好吧 我跟你一起去 屋门背面挂着钥匙 傅平安拿了钥匙 带小灰去附近肯德基 吃了一顿 吃饭的时候问他 陈倩是你妈妈吧 小灰吃得满嘴食物 点点头 那你爸爸呢 我没见过爸爸 他在外国 很远很远的地方 等我长大才能见他 好熟悉的台词 傅平安一阵凄凉 小灰的爸爸八成是不在人间了 这孩子 可怜啊 你几岁了 上几年级 我八岁 在剑桥国际双语学校上学 开学二年级 这学校傅平安听说过 是一所收费昂贵的全技素质贵族学校 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包 而且大学阶段是在英国留学 一条龙下来上百万费用施药的 看来倩姐确实没时间照管儿子 并且倩姐的身家着实不菲 吃完了肯德基 小灰闹着要玩蹦床 傅平安又带他玩了两个钟头 下午回家 一进门就听到电话铃在响 赶紧接了 是倩姐打来的 问了儿子中午吃饭的情况才放心 又拜托傅平安一定坚持到晚上 等自己回来 下午继续打游戏 到了傍晚时分 傅平安打开冰箱 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盒鸡蛋 三个番茄 一盒梅林午餐肉 两根黄瓜 他灵机一动道 小灰 咱们来玩做饭的游戏好不好 七点半 倩姐终于忙完 从第二个酒局上临时退场 赶回家里 拿钥匙开门 一进门就惊呆了 餐桌上摆着杯盘碗筷 一盘黄灯灯的炒鸡蛋 一盘油煎午餐肉 一盘凉拌黄瓜 一盘炒青菜 还有一盆番茄鸡蛋汤 电饭包里是煮熟的米饭 小灰得意洋洋教导 妈妈 这些都是我做的 傅平安在一旁点头 是小灰做的 我帮着打下手 是吗 我儿子长进了 都会做饭了 倩姐惊喜无限 要知道 儿子以前可是油瓶倒了都不服 骄纵任性 顽劣至极 学习一塌糊涂不说 脾气还很差 请了几个保姆 都受不了这小子 没办法只好送到寄宿学校 就这样还隔三差五惹事 不是弄坏学校的教具 就是打哭同学之类 没想到今天脱胎换骨 居然都会做饭了 洗手吃饭 不洗手绝对不能吃饭 你看我手洗得干净不 小灰神气活现地指挥着 倩姐连声答应 走到洗手间洗手 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洗了把脸将泪痕抹去 才回到饭桌前 傅平安说 倩姐 要不我先回去了 倩姐说 忙什么 吃完饭再走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傅平安此时告辞 并不是出于矫情 而是饭菜太少 不够吃的 秉性善良的 她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但倩姐可不这样认为 她认为 必须要好好感谢一下小傅 倩姐去了一趟地下室 拿来几大包真空包装的食品 烧鸡香肠花生粒 还有一提啤酒 傅平安帮着拆开装盘 望着简单的菜肴酒水 倩姐却觉得这是世上最奢华的酒宴 她刚从一个高官富商云集的酒局上下来 那些虚伪的面孔 那些鱼翅鲍鱼大龙虾茅台酒 那些装潢奢迷的会所包房 都不及儿子亲手做的炒鸡蛋 上午出门的时候 洗衣机里塞满了衣服 现在已经全部晾干 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沙发上 屋子里更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儿子变得乖巧懂事 还会做家务了 一切都是出自这个叫傅平安的年轻人之手 高中生带小学生 大男孩带小男孩 简直是绝配啊 她按下决定 不惜代价 也要把傅平安留下 当儿子的暑期家庭教师 倩姐将六罐啤酒 二一天做午 和傅平安一人一半各自承包 就着八岁小孩炒的菜下酒 倩姐试着尝了一口炒鸡蛋 脸色就变了 太咸了吗 傅平安问 不 一点不咸 也不老 正正好好 好吃 倩姐本来做好心理准备了 儿子炒的菜 就算再难吃 也要坚持吃完 没想到出奇地好吃 炒鸡蛋很嫩 咸蛋适中 油煎午餐肉切片不太美观 但火候掌握得很好 外焦里嫩 凉拌黄瓜更是一绝 快赶上外面小馆子厨师的手艺了 小辉得到赞扬 顿时兴奋起来 滔滔不绝地卖弄道 炒鸡蛋要热锅冷油 鸡蛋里面加一点料酒 就不会炒老 倩姐故意烤她 凉拌黄瓜用了什么料 小辉说 放糖 盐 鸡精 蒜末 料酒 醋 麻油 黄瓜要拍不能切 我拍不动 是哥哥帮着拍的 倩姐鼓掌 小辉真棒 她心思缜密 起初的惊喜之后就开始怀疑 这些简单的菜是傅平安做的 说是小辉做的 只是为了讨自己开心 当然这也没什么 人之常情嘛 可是一问才知道 儿子对于流程一清二楚 说明傅平安是真的教儿子做菜来着 小辉蹦到沙发旁大喊 我还会叠衣服了 看 说着将一件叠好的T恤 抖开重新叠了一遍 叠得有板有眼的 很像那么回事 想到以前儿子换下来的衣服 满世界乱丢的样子 简直恍如隔世 倩姐等不及吃晚饭了 开门见山问道 小傅 你帮姐个忙吧 亏待不了你 傅平安说 倩姐 我也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倩姐说 你先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帮你办 傅平安说 我高考考杂了 想找个工作干 倩姐说 找工作小事啊 不过你是怎么考杂的 姐觉得你的成绩应该不错啊 咋回事 这是傅平安最不愿意提及的伤心事 但是事到如今也只能解释一下 她说 我第二天早上考试的路上 电动车被人偷了 准考证一起丢了 所以没能参加文宗和英语考试 倩姐恍然大悟 我听人说过 电视上演了 一个考生因为建议勇为 把准考证弄丢了 原来是你啊 傅平安苦笑 就是我 倩姐说 那必须重读啊 明年继续考 现在就找工作 那三年高中不白上了 傅平安摇摇头 我爸瘫痪了 我弟还在上学 倩姐叹口气 姐明白了 你不是想找工作 你是需要钱 这样吧 暑假期间 你帮着代代小辉 辅导一下她的学习 一天一百 包火时 如果小辉成绩有显著提高 另外还有奖金 要不你考虑一下 这份天上掉下来的工作 与傅平安想象的工作 大相径庭 不过能挣钱就好 一天一百 一个月就是三千 比很多上班的大人 挣得都多 没有理由不答应 谢谢倩姐 傅平安说 我愿意干 倩姐大喜 举起啤酒 走一个 吃完了饭 傅平安要洗碗 倩姐说 没事放着吧 明天保姆来洗 傅平安还是坚持要洗 她眼里有活 见不得脏碗堆在水槽里 洗刷完毕 又向倩姐报账 二百元花了三十五吃肯德基 还剩一百六十五 对于自家儿子的饭量 倩姐心里有数 三十只够小灰一个人的 也就是说 傅平安中午吃饭是自费 她不禁一阵感慨 这孩子正值厚道 是可造之才 傅平安就这样 得到一份新工作 收入远超在网吧兼职 第二天上午 她如约来到普罗旺斯花园 因为怕迟到 比约定时间稍微提前了十分钟 就在外面等着 倩姐透过窗户看见她 开门招呼傅平安进来 说我马上就要出去了 小灰拜托你了 这是你的薪水 这是今天的饭钱 是自己做事出去吃 你看这安排 记得少给小灰吃垃圾食品 茶几上摆着厚厚一叠钱 大几千块的样子 另一边放着一张百元钞票 还有家里的钥匙和一部手机 傅平安吓了一跳 意识到 倩姐是把整个暑假的薪水 都预付给自己了 这怎么行 干完活拿钱才对 傅平安说 你家里需要用钱 拿着吧 把小灰带好 出去玩带着钥匙和手机 有事打我电话 倩姐拎起包 外面响起汽车鸣笛声 汉马已经到门口了 记得按时吃饭 倩姐摸摸儿子的脑袋 出门去了 这回有傅平安在 小灰一点没闹腾 反而有些迫不及待的表情 等陈倩一出门 就嚷嚷着要开电脑 打CS 门外 陈倩上了秃子开的汉马车 系上安全带 无奈地摇摇头 这孩子太皮了 找个能享住他的真不易 秃子说 你还真放心 把小灰交给别人带 陈倩说 我一大早打了七八个电话 把这孩子的底子查清楚了 他爸妈都是以前老青房厂 下岗的工人 住和平小区五号楼 是老户了 家里开个小店 他爸爸年后 车祸瘫痪了 还有个弟弟上初中 孩子学习很好 因为旧人耽误了高考 人品没得说 责任心也强 带孩子 第一重要的是安全 第二重要的是要能学东西 老人家带孩子只会溺爱 大男孩带小男孩一起玩 还能学点东西 这才是我想要的 秃子说 这么一说 小夫是个好人啊 陈倩笑道 可不 这年头 好人不多了 富平安把钱数了一下 一共是七千元 今天是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还剩下七天 七八两个月份都是三十一天 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 一直干到九月一日开学 一共是六十九个工作日 算上昨天的一天 七千正好 他喜欢这样 亲兄弟您算账 雇主和雇工之间的账目 更应该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 不过倩姐预先支付了全部工资 这份信任非常宝贵 富平安心理由谱 这些钱 他准备交三千给家里 再拿出三千来偿还木兰 剩下一千 是不是去买那双眼蝉了许久的耐克鞋呢 短暂的权衡后 富平安还是决定放弃 对耐克鞋的追求 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 延迟满足是一种习惯 相反小灰就没有这种习惯 想要什么东西 必须立刻马上现在就要 晚一秒钟就得大哭大闹 好在富平安不惯这种毛病 范东升比他小五岁 从小就是哥哥一手带大的 所以对于带小男孩这种事 富平安很在行 哥哥 快点 我等着呢 小灰急不可耐 已经打开了电脑 富平安一白手 不打游戏 小灰愕然 不打游戏 暑假还有什么意义 可他又不敢哭 哥哥不是妈妈 不惯自己 这可如何是好 富平安说 我带你玩更好玩的去 大男孩会玩的项目远超小男孩的想象 富平安骑着电动车载着小灰 顶着烈日来到小商品市场玩具区 小灰哪见过这个阵仗 铺天盖地都是玩具 他这个想要那个也想要 但富平安一概不同意 最后花钱买了六把长短不一的水枪 富平安要发动一场水枪大战 他带着小灰回了自己家 把弟弟范东生从楼上叫下来 范东生刚考完试正无聊呢 说老哥是不是要带我去网吧玩啊 富平安说你召集一下人手 咱们玩打仗 说着展示了一下水枪 范东生嘴巴张成一个O型 老哥 你多大了还玩这个 富平安抖出一张百元钞票 范东生马上道 需要几个人 和平小区是老小区 居民之间关系和睦 邻里交流比较多 富平安上了高三之后 范东生就接替他的位置 当了孩子王 分分钟叫来一群小孩 从幼儿园到初中的都有 一说完打水仗 就都兴奋起来 纷纷回家拿出尘封已久的滋水枪 小灰激动的浑身站里 大哥哥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剑桥国际双语学校 哪见过这种过瘾的游戏 原始而野蛮的战争游戏 小孩子们用手心手背法分成两军 拿着水枪互相攻击 根本没人在乎衣服湿了 头发湿了 着凉感冒 这不就是真人版的CS吗 大哥哥说得没错 这才是更好玩的游戏 一场水站下来 孩子们玩得酣畅淋漓 接近中午 他们各自回家吃饭 小灰也跟着两个哥哥回了家 富东没见儿子带了个小孩回来 祈祷 这谁家孩子 富平安把来龙去卖说了一下 拿出三千元交给妈妈 富东没喜笑颜开 数着钞票说这活合适 中午在家吃吧 省俩钱 中午吃凉面 本来就是随便糊弄一顿 但是因为家里来了尊贵的小客人 富东没把凉面做出了花 加了白芝麻和炸花生末 黄瓜调绿豆芽 凉水过一遍 大夏天吃起来爽口无比 一家人吃饭 就在楼下小麦布里监屋 没有空调 一台八十年代的电风扇 摇着脑袋吹出凉风 依然热 贩东坐在轮椅上 光着几辆 喝着凉啤酒 俩儿子也脱了T恤 小灰有样学样 也脱了衣服 露出白嫩嫩的小胖身子 这么看起来 老子三个儿子 多大的福气 贩东哈哈大笑 忽然傅平安的手机响了 这是倩姐给她配的通讯工具 中午打过来 肯定是询问儿子的情况 傅平安接了 说小灰在我家吃饭呢 然后把手机递给小灰 小灰眉飞色舞 向妈妈讲述了 自己在这里和小朋友玩真人CS的事情 又说阿姨做的面条好吃 陈倩很高兴 问儿子吃得多不多 小灰这孩子挑食 就喜欢吃高热量的洋快餐 虽然长得胖 但体质并不好 用老人家的话说 这叫不吃人粮食 吃两碗了 可好吃了 妈妈你也来吃吧 小灰说 陈倩让儿子把手机交给傅平安 又交代了两句话 就挂了电话 吃完饭 小灰一点都不困 又在外面疯跑了几个小时 玩得满头大汗 不亦乐乎 玩到傍晚体力耗尽 倒头呼呼大睡 傅平安终于有了时间 拜托妈妈照顾小灰 骑了电动车出来 先打了一个电话给木兰 你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听筒里传来语音应答 木兰的小灵通打不通了 傅平安索性来到冰湖别墅 这次熟门熟路 在大门口登记说 要找住在16号别墅的同学 16号搬了 现在没人住 保安说 搬哪儿去了 我同学叫木兰 您认识她吗 她妈妈在16号当保姆 傅平安有些慌了 保安摇头 我们只知道业主的车牌 其他隐私不了解 傅平安只好回去 先去了一趟网吧上 QQ给木兰留言 说自己干家教 挣到了第一笔钱 可以先还三千 需要你的银行卡号 木兰的头像是灰色的 表示没有上线 或者隐身了 傅平安等了一个小时 还是没收到回复 他下机回家 怅然若失 2008年的夏天 对他来说 注定是一个离别和伤感的季节 上网的时候 傅平安顺便查了一下自己的高考成绩 现在分数已经出来了 他缺考了文宗 江东省的高考总分是750分 语文数学英语各150分 文宗理宗是300分 他的语文考得还不错 拿了125分 数学略差 也有100分 英语搞砸了只有70分 总分300分不到 大学是别想了 假如文宗没缺考 估计还有上二本的希望 高考分数公布之后 就是填报志愿 等着收录取通知书 但这些和傅平安及其家人已经无关 是属于其他同学的幸福 既然做出选择 就不必回头 他很平静地回了家 白天小灰玩得太开心 透支了体力 一直睡到现在还没醒 傅东眉把他放在门口的主板床上 自己坐在旁边 拿着蒲扇轻轻摇着 路灯昏黄 像急了小时候 正好倩姐打电话过来 问怎么还没回家 傅平安说 小灰睡着了 我马上打个车送过去 倩姐说不用 我马上过来 随机挂了电话 傅平安纳闷 心说 我还没说地址呢 十分钟后 汗马车来到路边 倩姐一个人下了车 没空手来 提着一篮水果过来 正好一家人都在 范东坐在轮椅上纳凉 范东声捧着西瓜在啃 远处邻居把家里的电视机和影碟机搬来 露天唱卡拉OK 凉风洗洗 场景温馨怀旧 倩姐很自然地拉了张凳子坐下 和傅平安一家人落起了家常 傅东梅又切了一个西瓜 说大妹子 我得谢谢你啊 给我们家平安找了个事做 大姐 我得谢谢你们才是 我工作忙 顾不上照顾孩子 老人也没这个经历 这孩子太疲了 平安可解决我的大麻烦了 倩姐说 说话间小灰醒了 见到妈妈就在身边 又兴奋起来 叨叨着白天玩真人CS的快乐经历 说明天还要来玩 行 明天妈妈要出差 还得麻烦哥哥 倩姐起身 牵着儿子的手 和哥哥伯伯阿姨说再见 娘俩走了 傅平安送他们回来 就听范东说 平安 你这个老板不简单啊 傅东梅说 那车得不少钱吧 跟个小卡车似的 傅平安说 那是汉马 一百多万里 傅东梅则舌 一百多万 能买两套房子了 有钱人的钱 真是多得不知道怎么花 范东说 这个女的是不是叫陈倩 是啊 老爸你听说过她 傅平安知道 范东年轻时 是厂里的业务员 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数 江湖上的事情知道不少 范东点了一支烟 说道 陈倩 是赵光辉的女人 赵光辉当年是怀门的大哥 两千年的时候出了事 判了十年徒刑 一般来说 都是树倒湖孙散 这一谈就算完了 可陈倩一个女流之辈 硬生生扛起来了 支撑着赵光辉的家业 不简单 不容易啊 老爸的叙述非常简单 没有任何细节 但光凭这简短的描述 傅平安就能脑补出无数的故事 刀光剑影 生离死别 大老的女人如何 撑起一片天 统领一个字头 想想都让人血脉奔涨 夜里傅平安辗转难眠 后来睡着做了一个梦 梦里精彩分成 恩怨情愁 可惜醒来就全忘了 第二天上午 傅平安按时去上班 今天倩姐出去得早 汗马车没停在门口 她拿钥匙开门 果然只有小灰一个人在家 桌上有倩姐留的条子 自己有一股伶俐之风 人家说 自如其人 确实不假 条子上说 让傅平安带小灰去游乐场玩 注意安全 如果自己很晚 还没回来 就留住家里 傅平安问小灰 知道妈妈去哪了吗 去干什么吗 小灰当然是一问三不知 她虽然出生于单亲家庭 但也是密冠里抛大的 无忧无虑没烦恼 对妈妈的工作不关心 对爸爸这个家庭成员的存在与否 也丝毫不在意 倩姐安排的任务 是去游乐场玩耍 傅平安帮小灰挑了件醒目的 橙红色的T恤穿上 这样离很远就能看见 丢不了 天宫不作美 今天气温高达35度 游乐园里游客不多 大小两个男孩疯完了一天 光过山车就坐了三遍 一直玩到小男孩体力不知走不动路 说哥哥我想吃冰淇淋 你去帮我买一个吧 傅平安左右看看 指着树荫下的长椅说 你就坐这儿 哪也别去 记住吗 小灰认真的点点头 傅平安这才放心地去了 几百米外有个卖冰淇淋的小店 来回应该不超过五分钟 可是跑过去一问 冰淇淋已经卖光了 好心的店主指着一个方向说 那边的餐饮中心有得卖 傅平安回望来处 小灰还乖乖坐着 于是快步跑向餐饮中心 等他拿着两个冰淇淋回来 却发现小灰已经不见了 心中顿时慌了 喊了两嗓子不见回应 忽见河边有游客在迅速聚拢 还在大呼小叫着救人 傅平安所处的地势本来就高 站在长椅上望过去 只见河水中有个橙红色的身影 已经不再挣扎 小灰溺水了 倩姐千叮宁万嘱咐 就是怕出意外 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傅平安脑子嗡的一声全空白了 把冰淇淋一丢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过去 甚至来不及掏出口袋里的手机 河边有很高的围栏 天知道小灰是怎么爬过去的 傅平安手一撑 就站在围栏上 以标准的游泳运动员入水姿势 一个猛子向河里扎去 说时迟那时快 游客中有个端着单反相机的人 他啪啪一阵连拍 将他跳水的英姿定格在镜头中 傅平安的水性很好 这不是游泳池练出来的本事 而是从小跟泛东在大江大河里 搏击风浪练就的本事 他甩开两臂劈开波浪 短短十几秒就游到了小灰身边 把溺水者的脑袋从水中抬起来才发现 这不是小灰 而是一个陌生的男孩 男孩已经失去知觉 这反倒便于救援了 傅平安夹着男孩向岸边游去 河岸高且湿滑 游客们纷纷伸出援手 将男孩接上来 傅平安也爬上岸来 筋疲力尽 他在人群中看到另一个橙红色的身影 是小灰看热闹 看得津津有味 傅平安松了一口气 游客们七嘴八舌 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 有人去喊游乐园管理员 这都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傅平安在学校上过救生课 知道时间就是生命 溺水者如果不立刻进行心肺复苏 就死定了 大家让开 傅平安将闲杂人等赶到一边 开始做心肺复苏 按压心脏 按压三十次后 再做两次人工呼吸 如此往复不停 每一次按压都使出全身力气 救生课上 老师的话回响在耳畔 不要怕按断肋骨 肋骨断了可以长好 命没了不能复活 这是极耗费体力的活 围观人群中 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换他 傅平安在烈日下按压了五分钟 男孩终于喷出一股浊水 悠悠行转 周围爆发出一阵掌声 傅平安喘着粗气 坐在地上休息 摸出手机查看 无法开机 已经进水报废了 游乐园管理员姗姗来迟 用担架将男孩抬走 进行进一步的救治 现场混乱嘈杂 自始至终也没看到 溺水男孩的家长出现 傅平安拉着小灰悄然离开 到僻静处 才脱下衣服脚干水 挂在树叉上晾晒 救了一条命 报废一部手机 这生意划算 哥哥好样的 小灰一脸热忱的崇拜 别告诉你妈 傅平安说 这手机是欠解的 得买一个同样的赔给人家 公园管理处内 溺水男孩自报家门 他是家住在附近的五年级学生 趁着家长上班 自己跑进来玩的 不小心滑到河里而溺水 管理人员打电话通知了家长 再想找救人的英雄 却找不到了 本来这个事儿就算到此为止 但拿单反相机的游客 正好是个摄影爱好者 又是淮门电视台的业余通讯员 他觉得抓拍的照片 非常适合做新闻 而且是妥妥的正能量 于是给相熟的记者 殷素素打了电话 殷素素正愁抓不到 高质量的新闻 整天挨主任骂呢 通讯员一个电话救了他 当即带着摄影师赶到游乐园 正好溺水儿童的家长也到了 先将孩子一痛痛骂 然后感谢管理人员救命之恩 救你儿子的人已经走了 热心群众们 七嘴八舌道 殷素素看到了单反里的照片 那张跳水的英姿简直绝了 再翻看其他照片 其中有一张做心肺复苏时的正脸 殷素素惊了 这不是上次那个救人的高考学生吗 回到台里 殷素素把素材向主任汇报了一下 主任当即拍板 就是这个了 今晚新闻节目就上 寻找最帅少年 晚间七点半到八点的淮门新闻中 临时加入了一档寻人启事 标题是寻找最帅少年 副标题是你救人的样子真帅 发动全城市民 寻找建议勇为者 当然 这只是故意搞的卖点 因为救人者是谁 因殷素素很清楚 淮门新闻只是做个铺垫 下一步要做正版节目 来弘扬正能量里 傅平安还不知道自己上了电视新闻 他和小辉早已回到普罗旺斯花园的家里 倩姐打电话来说 矿上有点事 晚上不回来了 还问傅平安 为什么手机打不通 手机没电了 小辉挺好的 来和妈妈说话 傅平安知道 倩姐担心儿子 赶紧让母子通话 小辉很乖 没把傅平安救人的事告诉妈妈 但是却揭穿了哥哥的谎言 说哥哥手机不是没电 而是进水泡坏了 倩姐很纳闷 傅平安这孩子一贯很稳当的 怎么可能手机进水 再问儿子 小辉瞒不住了 只好说哥哥跳河里救人了 把电话给哥哥 倩姐说 傅平安接了电话 倩姐告诉他 手机坏了没关系 我卧室右边 床头柜下面的抽屉里 还有几个旧手机 你拿一个出来用就行 千万别乱花钱 两人认识 虽然不过半年 但陈倩已经对这个年轻人相当了解 他肯定会悄悄买个新手机顶上 还不让自己发现 所以 倩姐提前掐死这个念头 傅平安是个厚道人 但并不是咒人 既然倩姐说不必赔 那就不用花冤枉钱 她放下电话 去倩姐的卧室找旧手机 平时她很注意 虽然门没锁 但是从没踏入过倩姐的卧室 因为那是闺房 是有隐私的地方 现在奉旨进门 自然毫无顾忌 推开卧室的门 一股香风袭来 便不清是什么香 也许是女人香吧 少年的脑袋 被异性的荷尔猛熏的迷醉了 找错了床头柜 把左边的床头柜打开了 里面摆着几根粉红色的东西 把她吓了一跳 这东西 傅平安当然认识 小时候跟爸爸去旅游 火车站周边的小店里 卖的都是这玩意 看了让人耳热心跳 没想到倩姐居然用这个 她不敢多看 赶紧关上抽屉 打开右边的床头柜抽屉 里面果然摆着八个旧手机 从早期的爱立信 T29 诺基亚8850 到后期的索爱 HTC 黑莓 三星 流行款式品牌样样俱全 说是旧手机 其实成色都很新 估计倩姐一年要换一次手机 傅平安挑了一个蓝色的 黑莓手机 把报废手机的SIM卡换进去 齐活 忽然床头柜上摆着的一个小镜框 引起她的注意 镜框里是一张老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梳着双马尾 白衣飘飘 背景是淮门师范大学的校门 原来倩姐竟然是淮门师大毕业的 与此同时 殷素素已经带着摄影师 来到和平小区五号楼 采访旧人的英雄 她是辗转从二宗教物处拿到的地址 却扑了个空 傅东梅说 儿子不在家 高考落榜 以后就打工去了 寻找傅平安节目的播出 并没有给主角 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想象中的大学特招 好人慷慨解囊 统统都没有出现 倒是高三五班的 QQ群里引发热议 现在这个群已经改名叫永远的高三五班 淮门二中2008届 在群里匿急的表情轰炸中 孔雀也发了一个 表示对傅平安的肯定 这大概是唯一的收获了 刘伙的七月 对于本届高尚看到了她的照片 一眼就认出 她是住在六号楼的三叶草女生 原来她叫古清华 穿着一宗校服 宛如清水芙蓉 傅平安为自己早就认识高考状元而自豪 那些备战高考的日日夜夜 十一点西灯 晨跑的邂逅 两座楼之间的灯雨 村上春树的名言古丽 往事历历在目 多么浪漫的故事 可是结局却不够完美 人家考上北大 自己却落榜在家 这落差也太大了些 想想就有些自卑 在班级群里 她还看到了更多人的去处 孔雀宝 送上了淮门师范大学中文系 这有些出乎预料 傅平安觉得 孔雀就算保送 也应该上一所211 985大学 而淮门师大 只是双飞一本而已 不过转念一想 以孔叔叔的能耐和远见 这一步棋 必定走得深奥绝妙 许是后续的硕士博士 都安排妥了 也未可知呢 死党沈凯 也被师大录取了 不过他是体育系 和里根一样 以后他俩就是同学了 至于孙杰宝 一直在群里没发声 听说他被 进江一所不错的大学录取了 木兰上的也是 进江的大学 他成绩一直不怎么样 这次是超长发挥 考上一所 名不见经传的学校 总算是有个学上 其他同学 也都半斤八两 这年头 大学扩招凶猛 给钱就能上 各种三本 中专升级的 职业技术学院应有尽有 至于学历含金量 就见仁见智了 或许是升学的喜悦 化解了恨意 木兰在QQ上 回复了傅平安 说自己搬家了 和妈妈一起 搬到进江去住了 学费已经有着落了 所以 那五万块钱的欠账 不必急着还 这事儿 我听沈凯说了 不怪你 是孙杰宝携款潜逃 不过听说他家出事了 他爸破产 房子都卖了 傅平安如是重负 钱他肯定会还给木兰 但也会找孙杰宝 讨回这笔账 冤有头债有主 就算家里再遇到难事 不支声 就拿大家的钱是不对的 不过孙杰宝 至少不是建材起义 背叛兄弟 而是家里 确实遇到难事了 让他郁杰在心口的一口气 消散了大半 他和木兰聊了几句 调侃了自己上电视的囚事 问了木兰 要上的大学名字 默默记在心里 那学校叫做淮江城市学院 是前年才成立的民办三本 坐落在近江北岸新区大学城 暑假还在继续 傅平安使出浑身解数教导小辉 把一个大男孩掌握的玩耍和学习的技术 轻团向寿 教他游泳 打乒乓球 钓鱼 下棋 骑车 监督他学习功课 补上了一年级的欠账 至于电脑游戏更不用说 现在小辉已经是甩居高手 在CS中石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8月初 倩姐用一年级的期末考试题 测验了一下儿子 成绩非常喜人 语文数学都从零提高到八十多分 虽然字还是写得歪歪扭扭 但确实进步巨大 倩姐投桃报李 带着傅平安和小辉出去玩 开车来到郊外一段没完工的空旷路段上 倩姐下了车说 平安 你来开 傅平安愣了 我不会啊 陈倩说 我听小辉说 你赛车开得可不赖 回回都是冠军呢 傅平安哭笑不得 那是游戏 又不是真车 他有几次带小辉去游乐城玩模拟赛车游戏 确实每次都能跑成冠军 但是真车连方向盘都没摸过 不过话说回来 哪个年轻人不对机械充满兴趣啊 如果不是没考上大学 暑期他就去学车了 陈倩把他推上驾驶位 上了副驾驶位置 不会就学 姐教你 傅平安坐在汉马的驾驶位上 心想着这可是一百多万的豪车呀 施瓦辛格就开这种车 豪情壮志油然而生 他无视自通地调整座位 系上安全带 整装戴发 右脚下是油门 宽的那个是刹车 这是自动挡没有离合器 踩住刹车 挂前进挡 松刹车走人 傅平安在倩姐的教导下 顺利地将车开起来 在空荡荡的大路上 蹒跚学步 开快点没事 倩姐鼓励他 傅平安多年玩游戏的经验 对于学车 还是有些帮助的 尤其对于距离感和速度的感知 男孩子天生对机械上手快 他在这段路上开了两趟 自我感觉已经人车合一 练习倒车的时候 证明他的悟性确实不错 无论是倒车入库 还是侧位停车 都是一次过 倩姐说 汉马比驾校的车宽40厘米 你把汉马练熟了 一般的小车很容易上手 傅平安一点就透 倩姐安排自己学车 这是要给自己新工作呀 他立刻表示 明天就去驾校报班 咱自己有驾校 你交考试费就行 再给教练买几包烟 学会了就能考 这个月就能拿驾照 倩姐果然有路子 他当场就给驾校那边打了电话 让他们安插一个学员 下周参加考试 学开车实在没什么难度 傅平安花了一下午时间 就称得上优秀学员了 倩姐给了他两天假期 去驾校报名 参加理论考试 一百道题 九十分及格 傅平安提前看了一晚上 就考出了满分 科莫尔稍微难了点 关键在于 考试的车是手动挡 而且 驾校的车多是破烂不堪的旧车 挂挡艰难 很多人卡在这一关 这难不倒傅平安 他不但没觉得难 反而认为 手挡车是充满了机械的乐趣里 驾校老师只教了他一天 就说 这孩子可以去考试了 准过 有倩姐打招呼 傅平安只交了二百考试费 就拿到了驾照 他拿到驾照的日子 也是国家的大喜日子 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北京召开 当晚洛可可酒吧爆满 酒吧的舞池中央摆了巨大的投影幕布 放映奥运会开幕式 傅平安也在这儿 今天小灰有保姆带 倩姐叫他到酒吧来帮忙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倩姐即将重用自己 酒吧里很吵闹 倩姐把傅平安叫到后面的小办公室里 说你车链得怎么样了 听说驾照拿到了 傅平安说拿到了 CE驾照 倩姐将一把车钥匙丢过来 老三最近有点是不能上班 你帮我开车吧 这是汉马车的钥匙 傅平安一阵激动 老三就是秃子 确实有些日子没见他了 或许被倩姐派到别处 担任更重要的工作 去了吧 这些细枝末节无所谓了 重要的自己 获得了如此显赫的位置 帮大姐大开车 岂不等同于高级助理 或者贴身保镖 以后的发展 必将是蓬城万里 傅平安觉得 应该表一下忠心 可是话还没出口 就被倩姐赶出去了 好了 出去玩吧 今天开幕式 可以喝点酒 以后白天尽量别碰酒 谢谢倩姐 傅平安觉得 不需要说那些虚的 还是工作上见真章吧 她将汉马钥匙装在裤兜里 如同背上步枪的士兵 熊啾啾地出了办公室 走进酒吧的纸醉金迷中 来到把台前 打个响指 说一声啤酒 把台里的酒保是老熟人了 她拿了一瓶300毫升装的小瓶 哈那肯开了盖子 顺着把台一推 酒瓶在光滑的把台上 滑行了一段距离 正好落在傅平安手中 养伯米一口啤酒 她还没喝过这么高级的进口啤酒 但是一定要装出经常喝的样子 眉头微皱 望着红男绿女 心如止水 这一刻傅平安觉得美妙极了 自己不再是学生 而是大人了 不但走上社会 还踏入了江湖 酒保凑了过来 这会儿她不太忙 想找个人闲聊 新来的傅平安就是最好的对象 怎么样伙计 酒保拿出烟来 傅平安也不知道 她问的是什么事 也许只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吧 于是深沉地回答道 还行吧 就那样 接了酒保的烟 摸出打火机 先帮对方点燃 再给自己点上 这是江湖上的礼数 范东以前说过各种点烟的规矩 包括静烟时过滤嘴的朝向 先给谁后给谁 点火的顺序和礼仪等 傅平安记得胡伦半片 好歹也能装个样子 酒保叫王俊 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 油头粉面 衬衣马甲 调得一手好鸡尾酒 据说人很花 酒吧里几个女服务员都被她搞过 和文艺作品中一样 每个酒保都是消息灵通人士 傅平安随口问了一句 三哥最近怎么没出现 王俊就滔滔不绝说开了 三哥进去了 刑事拘留 这回保不齐要判 王俊趴在柜台上 眼神迷离 望着远处的投影屏幕 张艺谋指导的大型团体操 壮观雄魂 彰显着中华盛世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讨论着江湖事 让傅平安有一种 江湖就在自己掌握之中的错觉 什么是进去的 他问 还能什么是江湖事 王俊说 他这一进去 淮门似乎就只有老四在外面了 傅平安觉得自己需要恶补一下知识了 虚心请教 淮门似乎是哪似乎 王俊说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 淮门似乎当年称霸全城 老大赵光辉 判了十年徒刑 还在里面熬着呢 老二崔涌 江湖人称下山虎 零三年枪毙的 老三留名起 外号是东北虎 就是秃子了 这不也进去了 就剩下老四笑面虎张燕君了 傅平安说 老大赵光辉 就是倩姐的男人吗 王俊说 对了 就是他 傅平安感慨道 这多么年来 这多么年来 倩姐替赵老板 守住这份家业 不容易啊 王俊笑了 错 赵老板当年出世之后 所有的财产要么充公 要么被债主拿走 就没剩下一分钱 倩姐今天的地位和身家 都是她自己打拼出来的 傅平安肃然起敬 想起一件事 对了 赵光辉人称什么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